這個沙中線工程造假的事件 所以對於成立調查委會我們表示歡迎 至於委任夏靖民退休大法官 我們覺得都是一個比較合適的人選 除了夏法官過去有豐富的審理案件經驗 他過去也曾經處理過2014年 在高鐵超支的調查委會 同樣都是鐵路的事務 同樣都是工程監管的問題 所以有理由相信夏靖民法官 他既有一個相當高的公信力 也有豐富的經驗 我們對於人選都是表示滿意的 但是對於政府只是將調查的範圍 只是聚焦在單一的事件 即是說只是聚焦在紅磡站展根的事件 我們覺得是有不足的地方 事實上現在亦爆出其他工程都出現有造假的問題 例如土歌環站都出現了涉嫌鋼筋被削走 偷工減料的事件 我們擔心這些在港鐵之下的工程的偷工減料 只是一個冰山一角 不論是紅磡站或土歌環站 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政府只是查個案 而不去查整個機制或整個系統的問題 我們覺得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表現 我們覺得是非常不理想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要全面檢視 而是港鐵核下的所有鐵路工程 整個監管 由招標到監管到施工的制度的問題 因為我們擔心這些冰山一角的事件 是令到我們整個港鐵的工程 響起了一個嚴重的警號 裡面究竟有沒有一些系統性的問題 甚至乎是一個行業的漏集的問題 等等這些都要的 其實幾次事件我們都看到 特別是大判是雜無龐態的 例如在禮頓方面 他至今都沒有一些清晰的回應或表態 為什麼政府出了警告信給他之後 有人舉報之後 在中科興業舉報之後 陸陸陸陸陸陸陸出現剪根的做法 當中究竟是什麼人做的呢 我都覺得有些人比較主觀無斷 是前線員工自己自作主張自把自為的做法 我們覺得這樣做 對於一些前線員工非常不公平 因為老實說這些這麼大的操作 要這麼複雜的機械操作 你沒有一些更高層的指示 我相信前線員工一定不敢做 所以我們覺得這些都是要查過水落石出的原因 至於包括我們覺得 在過去也要調查路政署和顧問公司的責任 就像沙中線來說 運機顧問公司 他有兩億元的顧問費用 他在整個監管的角色又在哪裏呢 現在為止這方面 我認為是公眾比較少討論的地方 路政署的角色又是怎樣呢 是否經常都是那種所謂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搞定了就算 不公佈不披露 臭屎物憑的做法呢 我們都覺得公眾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因為這些大型的公共工程 是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和公共安全 所以我們覺得這些任何的 大大小小的造假 或者是偷工減料 或者是不按照原有的設計去施工 影響安全的呢 都是絕對不能夠接受 哪怕它是事後做一些補救措施 都應該必須有一個清晰的機制 一、要記錄 巡查的記錄 發現問題的記錄 因為現在我們發現 有些是連記錄都沒有的 第二 有問題的 要有一個開城報工的機制 現在很多時候就是 有人爆料了 才公眾有個知情 其實這些工程 涉及公共安全 容易覺得公帑可以出錢去蓋 公眾有一個更高的透明度 而且這種透明度 會令到工程公司 更加不敢去造假 更加不敢去偷工減料 或者不按照施工的指引去做 而且過去這些 發現有問題的事件 我們看不到 有任何的懲處機制 這也是令到部分的承判商 我不知道是大判 二判還是幾判的問題 都會有個可能有的誘因 如果沒有懲處的話 你最多警告信我 我就偷雞 撥一下猛 這些都是我們覺得 是要納入在今次的獨立調查委會 所以我們期望 特首現在委任 他亦會在行會討論 我們希望他的調查委會的職能 能夠闊一些 不單止調查個案 當然個案上這件事 必須是水落石出的 但整個大環境 整個機制如何去監管 這個我想是公眾更加重視的地方 絕對不希望 調查出來就是 只見樹木不見樹 這個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你剛才說到 路政署他們的監管角色是怎樣 現在都很不清晰 你覺得調查委員 會否應該查到 政府哪些部門是有失色的 我覺得需要的 路政署在這件事件裏面 很明顯是有官員 是很早階段 已經是得色事件 但當時為何沒有公佈 為何沒有懲處 為何沒有進一步的跟進呢 是否正如我剛才所說 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解決了問題 可能對他們來說 解決了危機呢 我覺得這個是不老實的做法 對公眾是透明度不高的情況 所以這方面路政署 都應該是納入了 這次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對象之一 是否有官員涉及一些失席的問題 我想兩件事沒有矛盾的 故之然我們個案上要聚焦去 大家最關注現在的 包括桃高環站 抱歉 桃高環站 當然桃高環站 都開始多人關注 個案要處理 但是呢 不能夠只是看個案 又不看制度性的問題 如果你只是看個個案 解決個案 原來中間發言有什麼問題 而你不看制度性的問題 我們覺得這個調查 意義會減了很多 我們覺得既要看個案 聚焦的 亦都要看整個的制度 和系統問題 我相信這兩方面都不應該偏廢 我相信停工這方面 就要看一個工程進度 我們亦都要求政府 包括盧政署 甚至他要有其他可能獨立的機制 去全面檢視 還有沒有其他可能出現偷工減料 或者不按照原有的設計標準去做的工程部分 如果有的話 那部份當然要停了 好,謝謝